如果没有关渡台北也活不下去 这句话看似惊悚却也不假 台北市作为全台湾的首都 却拥有密集的高楼大厦与发达的各行各业 平原这个池似乎与这座城市毫无关联 然而这里却拥有台北之胜美誉的关渡平原 被誉为台北市最后的净土 身为从小在北头长大的我 一直对这片广大的土地为何没被用来建设房屋而感到困惑过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 我的观念也逐渐受到了影响 直到我参加了这次的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后 才深刻体会到关渡平原对台北市的重要性 活动除了展出有趣的艺术作品和轻松愉快的自然生态外 还设有充满趣味的市集 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跟着我们来看看吧 哈啰我们今天在关渡自然公园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 因为彭丽从前是了湖泊 那三百多年的一场大地震 把干豆门这个地方震出了一个爱口 从此呢这个湖水就从这边慢慢慢慢的流出去 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那淡水河 应该说关渡这边呢是淡水河的出海口 那在一边呢是五谷的石头山 另外一边呢是关渡的橡皮头 那所以这个爱口的部分呢 它就叫做橡尸爱口 由于台北常常淹水 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爱口 一次严重的台风过后呢 把爱口炸开 本来以为扩大出海的通道呢 就能减化淹水的问题 没想到反而引来海水倒灌 淹得更严重 认真说来关渡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主宰台北的变迁跟兴衰 今天我们可以在门口呢 看到这样的艺术品上面呢 地图画着狮子跟大象 那这个狮子跟大象呢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相识爱口的故事 那这个地图上记录了鸟类 跟海外华人迁徙的轨迹 艺术家用绘制地图的方式 来呈现人类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进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刚刚的故事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进来参观很多艺术品啊 其实都跟刚刚讲的故事 是息息相关的 接下来这个作品叫做生命之柱 每个区域都有三根柱子 这三根柱子分别象征环境 社会经济 那这种风格大家应该不陌生 常会在一些古迹 或是充满欧式风情的建筑上面看到 那我以前本来要去考艺术研究所 然后呢课本上面就会出现这样的章节 我被这些柱子搞到疯掉 所以后来就决定放弃要去考研究所了 法国艺术家的作品 那它其实是有点互动的 就是呢 你可以拉动里面的装置 那它里面的竹子长短不一 所以在你拉动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不同的高低音的声响 那里面是个暗室 它会把所有的光线 全部遮蔽掉之后 只留几个小孔 外面的景色 会透过那个小孔 同色到里面的布幕来 你的瞳孔慢慢习惯黑暗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植物的光影 接下来这两件跟园区门口的帆船 都是这位泰国艺术家的作品 它来自我们非常喜欢的城市清迈 跟它见面时 我们不由自主的想多聊个两句 以为我们对清迈的思念之情 艺术家也非常亲切的 跟我们拍照留念 只是碍于我们的获英文 无法进行访谈 嗨 真的是有点遗憾啊 这个湿地很重要的 农地本身它虽然现建 但是它还有农产的产出 再加上近20年有所谓环境教育的一个功能 其实是可以发挥土地它的价值 参观艺术机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很多作品都跟这个 巷师手口的故事有关 所以来到师弟的当下 不禁让我感到好奇 故事中的爱口到底位在哪个地方呢 今天其实很可惜 因为雨天的关系 像我们北边的大屯山的山系 就被读住了 其实在讲到整个关渡平原 北投这边的故事的时候 会讲西星山大屯山 他们知道我们喜欢讲它屁股山 文化大学的学生都会这么讲 越往西边就有个四象手口的橡皮子 大屯山是一条大象 跟对岸观音山的四字头 两边是两岸对峙 就形成一个所谓四象手口的 一个天然的爱口 隐身很多关渡、北投、五穀如洲 这一带的这样子的一个 很多鱼拉、交通 甚至是连军事的相关的故事都有 在傍晚三点之后 在顺子光夕阳之下下来 山洞是非常舒服的 这边夕阳非常的美 下面才就是这个关渡平原 很平衡的一个很大地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也是一个艺术品 它叫做明示 那这边呢是有点结合摄影概念 然后去呈现自然之间的光影变化 这里一条一条的是底片 那它其实是拍摄植物 然后再用植物呢 去做它的冲洗的荣液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用化学、药水嘛 这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些地方 那现场也有一些小工具啊 可以让你去观察 我刚以为这是一幅自然的光影变化 结果不是 这是某一天清晨五点的时候啊 光影变化 然后艺术家呢 用手绘的方式把它描绘一下 留在这边墙上的 很特别耶 包含这位白色的布幕 黄昏的时候 光影也会投射在这个上面 我们刚刚特别拜托导览 带我们去看一下新湿地 那我觉得新湿地 是你来到关渡自然公园 不能错过的一块 只是比较可惜今天天气不好 在湿地里面呢 每个季节能看到的东西不同 还有湿地本身的环境很漂亮 那像今天下雨呢 其实也只有东西可以看的 湿地有一个主要的功能是续红 雨天就比较能观察到这个部分 我们刚超幸运 一进入湿地的时候 就看到稀有的鸟类 只是相机来不及拍到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蛮推荐这个导览的 平常新湿地是没有对外开放 只能够跟着导览进去 导览的部分需要预约参加 费用是一个人50块钱 只是像今天天气这么糟的话 一般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活动 所以请大家抓天气好的时候 今天虽然下雨 但我们趁着雨伞走在里面 还是觉得蛮漂亮的 下雨别有一般滋味 因为所有的雨滴呢 打在叶子上 叶子闪闪发亮的 今天因为艺术季 它开幕式的关系 所以现场有一些市集 那这边的市集呢 它其实都是北投关 渡渡一带在地的商家 那像这个有一些小农 他们用自己的农产 去做的餐盒 然后还有一些DIY的体验也有 像这是一个太空包 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种香菇 像这个是秀真菇 看着看了就有一种想吃火锅的感觉 我也是 像这是竹子湖的明洋湖休闲农庄 他们在这里也有色摊 那现场有一些 比如说DIY的材料包啊 还有棒蛋糕 看起来超好吃的 那这个杯垫是他们家 如果有平门票 可以去做折体兑换的东西 这超好吃的 那种棒蛋糕水果的吃很多 地瓜的我是第一次吃 然后它整个蛋糕好香喔 那个奶油味 都算是我吃过蛮湿润的棒蛋糕喔 厉害 而且非常的扎实 老板说因为里面没有加泡打粉 所以口感才可以这么好 这是桂花东方美人叉 它的花香是自然但香浓 然后呢茶味不苦涩超好喝的 我们自学为在地人在这边打滚了 这么久了 竟然不知道有个闹热关肚节 而且它今年已经是十周年了 那因为今天现场的摊位呢 他们是可以报名 关肚宴体验餐桌的这个活动 那看到影片大家一定是 没办法在现场报名嘛 所以我们把QR Code留给大家 关肚宴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就很多东西可以吃 没错而且还有很多厉害有趣的小故事 对我刚才其实有看到一些商家 都是我们超爱的店家 也有排过的这样子 谢谢 这是关度在地有名的 宝莱娜啤酒餐厅 然后很多的美食部落客呢 都会写到他们家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 也可以去他们那边尝试看看 他这边有提供一些饼干的试吃 超好吃的 这些商品在他们店内也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有些香香辣辣的 吃起来真的很开心 像这摊是叫做比德菲特烘焙工作室 他们是直排那边呢 比较新开的店家以接单为主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知道了 可是看他们的点心呢 都非常的好吃 很多东西都已经玩瘦了 我们刚刚有在自然中心的门口 抓到一群志工 他们身上的衣服呢 就是今年这个关度艺术季的主题 叫做生态做一个思考 然后现场其实也有一些DIY活动啊 我们等一下展示一下效果 我觉得超棒的 像这些图案呢 都是代表关度自然公园的一些图案 然后呢 他们是在现场的摊位 捐印出来的 我觉得效果很好 因为平常如果我们是用这种 就是像印章或什么的话 没有办法这么的明显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艺术品啊 它其实都是从大自然中去取材的 然后像这些志工呢 他们非常的辛苦 就是这段期间呢 跟着艺术家一起在户外 忍受风吹日晒 然后呢 亲手呢 去聚竹子啊 消竹片啊 然后做成这样的艺术品 所以这些志工呢 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明年也可以报名 来体验当一下志工 大哥现在要来做捐印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弄的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耶 我们来到自然中心里面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这片落地窗 可以看到外面很漂亮的景色 那今天在里面呢 也有一些亲子DIY的活动 虽然说这场大家参加不到 可是呢 其实他们有时候办活动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会不定时出现 那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 就是关注他们的官网 或者是FB的粉丝专业 它其实是有三层的概念 上面那一层呢 是环境 然后这一层是经济 下面是社会 他们设计了一个套圈圈的活动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你就投向那边 那我刚刚就是投环境的时候呢 我说不公平啊 因为它作品的摆放啊 这前面的东西 会一直把那个圈圈弹出来 那他们跟我直接说 我其实这样设计是有用意的 因为有时候你想要去做 可是其实做不到 前几天其实有来看一下 他们设展的过程 然后就有跟这个艺术家聊到 这件作品 这是陈友德先生跟关渡国中 他们合作的作品 那我们前几天呢 有拍一些画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我跟其他艺术家不一样 一开始艺术家都是 只要丢出他的概念 艺术志工协助自己 但是我呢 一去呢 要先乖乖的当学生 要先听老师帮我上课 上他们一整学习的课 必须要在20分钟内全部吸收 学了之后 还要再跟一群核心的同学 一起讨论 一起把自己变得很中二 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们合作 对 但是他们也很可爱 他们颠覆了我对于国中生 因为一开始有点害怕国中生 但是这次合作之后 就觉得还蛮爱国中生的 那让你来猜猜看学生的作品 好 比方说 这 这不行我真的猜不出来 首先我们可以先分类 它是环境 这个是经济 这个是社会 社会跟公共设施比较有关系 对真的猜不出来它的形状 这个真的比较特别一点 它看起来好像大象的鼻子 我好听 是吗 不是 你往公共设施去想 公共设施在比如说医院 消防或者是 是哨子吗 后面这件作品是关渡国动老师做的 它是高敲横这个公园里面 它很具代表性的一个鸟类 在了解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之后 我发现 艺术不仅仅是体现在作品的表象之上 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 才使这些作品得以成为艺术 透过教育结合校园里的乡土课程 在认识自己生长的土地之外 也让纳入生态的思考模式 在下一代的心中种下种子 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跟我玩了一个游戏说 如果你必须要你舍弃掉一个 你要舍弃掉谁 我们就做了一个选择 这个就是他们的选择 大家大声一点 当天也有一些表演活动 爱与音乐版权的关系 这边跟大家示意一下啦 像我们现在常常接触大自然 大部分时候都会带小孩一起 那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呢 就是觉得说我们学习很多的知识啊 不该只在课本上面 你应该更多的走出户外 因为你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呢 会比你在课本上面的吸收 会更深刻一些 然后也会更具象化更立体一点 最好身旁的这位是日本的艺术家 那他的作品在那一边 那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呢 我们就把活动移到这边来做 我们现在要尝试去穿戴一个鸟的翅膀 这个作品叫做尝试做一只鸟 就是当我们在大自然中 去观察一只鸟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把它换成你的角度是鸟的话呢 穿上鸟的翅膀 学习用鸟的方式去思考 是一件蛮好玩的事情 蛮有趣的体验耶 因为这个翅膀其实还蛮重 刚好现在下雨天 我可以想像鸟在外面飞翔 到底会是一个多重的感觉 你还可以体验到鸟淋到雨的感觉 真的真的 而且这个翅膀 其实蛮漂亮的耶我觉得 这好适合你喔 憤怒鸟 我们刚刚本来应该要在这个作品上面呢 去展示如何做一只鸟的 可是因为今天雨虾太大了 没有办法 欸你不觉得这边很像四草绿色隧道吗 对 下雨其实是别有一番风情的 这张图展示了一些生态系 那这边有将近20种的青蛙 包括有一只外来种 那主要是在跟大家展示 台湾的蛙种跟蛙类的生态 很多物种都会有外来种入侵 导致生态崩溃的情形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举办移除外来种的活动 大家如果兴趣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 那除了比较知识性的活动以外 也有一些趣味DIY的部分 可以在现场体验 我们通常都是只找到 统结一下今天的心得体验 你常常接触大自然与大自然对话 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思维 当你越了解它 你就越能够同理它 如同我们开口讲了相思爱口的故事 还有如同这块土地 长久以来与水共生 经济社会环境三种之间的关系 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 很流行成人的户外走读课程 或是小孩的生态课 其实就蛮类似像我们今天体验这样的形式 户外亲身体验一定会比 从课本上面学到的知识 还来得更深刻 2024关渡国际自然艺术界的展期 是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 期间在关渡自然公园会有非常多的活动 内容很丰富 适合一家大小各种年龄层的朋友 我们非常推荐大家 跟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走一走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大家掰掰 现场还有其他艺术家跟伪创员工的作品 我们全部都说完就没意思了 留给大家自己来体验 本期节目感谢台北市动物保护处邀请